从地铁口出来呢 你根本不用担心 找不到车去看梅花 你看有多贴心啊 看一下来看梅花的人 有多热情啊 大家都很开心哦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度假项目 要夸一夸就是公交车公司 因为在一出地铁口就有很明显的指示 然后呢你上车之后 它以最近的线路 最快的速度 哇就到了 那么一年一次再忙也要来 你看周围有多少人在拍 其实呢对香雪公园的认识啊 我很糗的 一开始不是因为梅花香雪这一个词 而是因为香雪口服业 要打脸了 以后都不会了 哦 这一片呢是白色的 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块公园 哇阳光好强烈哦 真是大家都很热情 完了 广州也可以看雪 没错 它就是一年一度的梅花香雪 广州的罗港香雪 源于宋代 这里种植梅花的历史 已经有八百多年了 每当岁末年初 罗港这里十里梅林的洁白花瓣 随风飘落 犹如润雪翻飞 后来慢慢成了岭南著名的少梅圣地 也就是传统的岭南八景之一了 整个香雪公园种了近五千株梅花 品种大概有六种 分别是青梅 绿鳄 美人梅 垂枝梅 猪沙梅 和公粉 阿七大约三个礼拜 你训练可以不用去真诚就买到了真诚的菜心 哇我当时跑很远去的哦 我差点忘记我是来看梅花的了 这里还有一条美食街 哇不要太丰富好不好 哇我被旁边的美食街醒了 差点忘记我是来干嘛的 终于呢我现在才到了主场 主场地哦 就是这里 香雪公园 到这边之后呢 我觉得主角不是梅花 你看 主角是人哦 但是如果留意的话 你也会有 意外的发现 比方说 如果没有那么多人 这些水山会不会很漂亮 其实呢很多人会说 花又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多 有那么拥挤的人流 跑过来看一定会有人这样说的啦 凡事都有人不同的感觉嘛 但是我觉得呢 一年就这么一次 哪怕你就是去感受这个气氛 你应该来一来 这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去春游 那样子的一种感觉 就是时间到了 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很多蜜蜂 很多蜜蜂 然后呢这里有 蜜蜂的地方 有一些蜂巷 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他们 香雪的蜂蜜哦 香雪牌 下次也不止可以喝到香雪口福叶了 哇这一朵是我在这边看到的唯一的 开花的一朵梅花 他说我叫婉香 这边花没有那么多 几乎都没开啦 但是人也少啊 我刚刚呢又长芝士了 因为听到路人说 叶子都没有落 肯定不会开啦 这边 所以这边花为什么有开呢 就因为它的品种不同 叶子都没有落完 下次要知道 怎么看 它叫珠沙 开花季是一月下旬到二月上旬 我其实现在在犹豫哦 我要不要再来一次 就是在一月末的时候 因为呢 我刚刚 听到一位阿姨说 很多漂亮的花都没有开哦 比方说这一种 朝堂公粉 不就是 什么 对 他人 能不能 好,那么我今天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呢 就听到了一些行家 其实就是住在附近的一些老人家 结伴来看梅花 那么车在经过这一片梅花林的时候 哇,他们一下子就说 这还没有到高峰期 不是最漂亮的时候 其实这些资讯很有用 在我眼里呢 原来梅花已经开的都差不多了 我以为就是最漂亮的了 但是呢,他们就告诉你说 还有更漂亮的 会毛茸茸的挂满了枝头 所以如果有空的话 我很想再来看一次 或者明年呢 大家最漂亮的时候 一定要来看一看 我来看我来看一看 你那天只能看一看 解决了架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